第23题 题目说呢 这个图12 这个图12是一个正三角形ABC 正三角形ABC 三个边都相等 三个内角都是60度 跟一个正方形DEFG 重叠的情况 而且呢 这个DE呢 这两点呢 是在三角形的边上 那再来 题目又给一个重要的条件 B珠线段等于BEC线段 这两个线段相等 如果呢 AC是18 正三角形的边长18 那GF等于6 GF是正方形的边长16 这是正三角形的边长18 正方形的边长16 求 F点到AC线段的距离是多少 F点在这边 到AC线段的距离 到底是多少 他要求这个距离 到底是多少 要解决这个问题呢 首先呢 我们先从左下角的这个三角形 B珠1开始 开始 由于呢 最大的一个三角形ABC 它是一个正三角形 所以呢 我们就知道了 这个角B是60度 题目上又讲说呢 这个B珠跟B1这两段会相等 B珠等于B1 我们就知道 这个不但顶角是60度 而且呢 它是一个等腰三角形 那所以这两个底角呢 我们也知道 这两个底角就是 180 减掉60 除以2 等于60度 也就是说 其实这个三角形B珠1呢 它是一个正三角形 三个内角都相等 都是60度 它是一个正三角形 那它的边长是多少呢 它的边长 它的边长呢 刚好我们发现 它其中有一边 这个珠1呢 刚刚好是一个 是这个正方形的一个边 正方形的一个边 也是 这一个B珠1 这个三角形的一个边 所以我们就知道 B珠1 是一个正三角形 而且 这个正三角形的边长呢 跟正方形的边长 一样都是6 边长是6 接下来第二个重点呢 我们要求一下 这个三角形B珠1的这个高 BP是多少 为什么要求高呢 原因是因为 它最后要我们求的是 F点到AC的距离 这个要求这个距离呢 跟三角形B珠1的高 有很大的关联性 有很大的关联性 我们先求三角形B珠1的高 这个BP 这个BP呢 而化垂直下来之后 刚好形成一个 30度60度90度的直角三角形 306090的这个直角三角形呢 它三边长的比是 1比2比根号3 B珠等于6 B珠等于6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刚好是 猪P呢刚好是 这个6的一半 就是3 这段是3 那所以BP呢 就是根号 你可以说是6的平方 减3的平方 或者是呢 你直接用1比2比根号3 算出来是3根号3 BP 3根号3 这是第二个重点 第三部分呢 我们来看一下 题目要我们求的 F点到AC的距离 题目要我们求的 F点到AC的距离 到底是什么呢 在这个图上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题目要求的就是 FH 这一段是多少 那根据我们的图呢 我们可以知道 假设我们从B点呢 做最大的这个三角形的高 做到这个 这个这个BR 跟AC垂直 我们自己做的 自己做 BR 垂直 AC 也就是说呢 BR 这一段呢 是最大的一个三角形 ABC 的高 BR是三角形 ABC的高 那现在呢 它要求的这个FH呢 事实上 也就是 图上面所画的这个QR 这一段 要算QR 那就把 BR 减掉 BQ 就可以算得出来 题目要我们求的这个 F点到AC的距离 是多少 好 我们 这个在旁边 来演算一下 第一个 BR是多少呢 也就是说呢 大三角形的边长18 是 小的正三角形边长的三倍 边长三倍 所以 这个高呢 也是三倍 BR 是BP 的三倍 BR等于 三倍的BP 那我们刚刚算出来咯 这个BP呢 就是三根号三 所以 BR呢 就等于 九根号三 第一个 BR 算出来 九根号三 再算一下 这个BQ 到底是多少 这个BQ呢 就等于 BP 加 PQ 那BQ呢 这个BP呢 刚刚算出来 BP叫做 三根号三 加上 PQ PQ就是正方形的边长 正方形的边长 就是六 这一段是六 这一段三根号三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BQ叫做 三根号三 加六 BR叫九根号三 这两个都算出来了 好 我们回过头来 再来算一下 F点到AC的距离 也就是 FH 那FH呢 就等于 QR这一段 QR就是 BR 减BQ 好 BR叫做 九根号三 减掉BQ 三根号三 加六 把括号去掉 九根号三 减三根号三 减六 好 就等于 六根号三 减六 六根号三 减六 答案选 猪 这一个选项 我 感谢观看